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油价一日比一日贵 大家想是否时候转电动车 电动车不用进油就当然好了 问题是你有没有充电 如果自己家里没有充电装 要找位充电也挺麻烦 例如你下班的时候 有朋友邀你进去留佛山吃海鲜 看看自己的电标只剩80公里 你可能会说不好意思 第二次先吧 那也挺有充电的 在这种情况下 Hybrid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讲到Hybrid 最近我收到很多朋友问我 关于风田Hybrid 原理是怎样的 大家对于这种已经在市场上高 存在这么久的技术都好像不太明白 今次我一次过全部解释给大家听 要讲Hybrid 就一定要由引擎性能讲起 过去一提到引擎性能 大家最关注就是两件事 就是扭力和马力 所以我们经常都看到这个曲线图 但去到七八十年代 大家开始关注效率油耗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多一件事 就是它的效率图 大家留意到原来最高效率 它不是在最高那段 也不是在最低那段 而是在中间 范围不是很阔的 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 它不是在最高扭力那边 它在最高扭力低一点的位置 才是最高效率 很容易解释 引擎低转的时候 入气都不顺利 怎会有最好的效率 引擎最高转的时候 内部摩擦那么重要 也不会有最高效率 那为什么引擎在最高扭力的时候 那效率也不是最高呢 原因是 当你最大扭力 其实Piston做事 它会因为曲纸的关系 会令到Piston 向旁边有摩擦力 那它和Cylinderwall摩擦力大了 因此是不见了能量 所以为什么最高效率 会在最大扭力低一点点 这个过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开车的时候 用高波不够力 强硬上升 更浪费油 你转低一个波 更可能省油一点 由于引擎有这样的特性 大家又想省油 于是乎 就想了很多办法 譬如说 在90年代之后 大家都各出其谋 想想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车省油一点 其中一个做法 就是波箱 大家都可能记得 自动波 由50年代开始流行 一直到80年代 其实都是三波四波 但是到90年代之后 好像火箱那样上去 六波七波 十波都有 因为我的波段多 就可以把引擎转速和负荷 把它带回最高效率那段 所以后来有些CVT 更加无短地调整 希望尽量引擎输出 向最高效率那段靠拢 但是这样做法 毕竟是有限的 你不能无止境地提升效率 于是乎就有Hybrid 这个念头 所谓Hybrid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两样 第一 避开引擎最无效率 即是最高转最低转最高负荷的位置 就不在那里做事 那些位置 就让摩打帮你做事 第二就是它可以透过收油 就产生一个能量的regeneration 将动能变成电能 就存在电那里 那电有需要的时候 就推动摩打 整件事就可以将引擎本身的缺陷 就大幅度排除 这个就是Hybrid 的功能 Hybrid 的最终目的就是减少浪费 但是实践的方法都有很多种 所以市面上就有很多种不同的Hybrid 如果我们将Hybrid 去分类 就应该有两种分法 第一就是它的Hybrid 摩打介入程度有多高 如果摩打不能够推动车 只是用来帮手插火 或者收油打链时充电 那种就叫做Mild Hybrid 通常做法都是有一个叫做ISG 的东西 就放在引擎和波箱中间 可以用来帮手做スターター 帮手打链时充电 但是真正行车 都是靠引擎和波箱 这种叫Mild Hybrid 跟Mild Hybrid相对的 就是叫做Full Hybrid 或者有些人就这样叫做Hybrid 即是说它的Mild Hybrid 是足够带动整部车走的 是可以有EV Mode 不着都可以走到车的 那种就叫做Full Hybrid 而Full Hybrid 亦都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引擎功能 纯粹是发电的 发电之后 它可以用电池存起它 或者可以直接交给摩打 然后摩打去推动车路 这种设计叫串联Hybrid 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简单 但是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 因为引擎的能量 永远都会经过一次发电 变成电能 才交给电池或者摩打做事 而这个发电过程 怎么都会有几个%的效率的损失 另一种设计就叫做并联Hybrid 它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引擎一方面 是可以发电给电池 去驱动摩打做事 同时情况合适的时候 引擎也可以直接驱动车路 双管齐下 这种好处当然就是 当引擎如果在很高效率的情况之下工作 它就不需要浪费那几个%的效率去发电 直接交给车路 那就赚了效率 但是它相对于串联Hybrid 它就需要多了个装置 分配动力 又要发电 又要交给车路 和合适的情况之下做什么事 这个装置很关键 做得好不好 就会影响到整个系统 顺不顺畅 效率高不高 甚至乎吸不吸用 都是看这个装置的 封田和令智Hybrid 是属于并原Hybrid 它的特色就是 引擎一方面发电 交给电池 再推动摩打 同时间引擎 也可以在最高的工作效率的情况之下 交了能量给车路 现在整个过程 它是无逢的连接 是可以不断的改变能量的分配 封田Hybrid 二十多年前推出的时候 已经是用这种并原Hybrid 它的效率 暢信程度 和可靠程度 一直都成为业内的标杆 它的对手 一直都以这么高的效率标准 作为追赶目标 封田和Lexus Hybrid 最精确的地方 就是它的Power Split Device 它不单只能够 无逢的把动力分配给车轮 分配给发电机 还可以做到无断变速 尽量利用引擎最佳性能的部分 得到一个所谓E-CVT的效果 大家听到E-CVT 可能会联想到很多东西 会不会有Torch Converter 会不会有Clutch 会不会有钢带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误会 封田Hybrid PSD 原理是非常复杂 但是机械结构 简单到你不相信 整件事 你看到它 就是一个行星齿轮组 那行星齿轮组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复杂的东西 这个就是精妙的地方 行星齿轮组 只有三种东西 外面有一个Rain Gear 中间有一个Sun Gear 然后有些行星齿 Planetary Gear 有一个行星架连着它 就是这三种东西 在自动波箱里面 你拆开就会见到很多 但是过去 在汽车工业用行星齿 一般我们都是固定其中一样东西 而得到另外两样东西的速度比 譬如你固定Rain Gear Planetary Carrier 和Sun Gear 速度比就会固定 如果你固定的Sun Gear 你就会得到Rain Gear 和Planetary Carrier的速度比 但丰田的Hybrid 也便更精妙 它是将引讯电子 铺铺向上甘乡架 它将Sun Gear 铺铺铺铺基于摩打 这个摩打主要 yeast �èce是具区铺铺铺铺拾 成 bothered 则讯电子 令一般改了车工专 而奥给铺铺铺铺铺つaina 另一边就是当兵买车轮 一个这样的结构 它不须立即不切纵买 另外足ter 干批车1 铺铺铺铺 the engine 它让车工专上联光 然后线车车就会带动车车 feito过时 Underground车车车车不改动 最简单 移动目前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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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达向前车车车速度 ��部位预算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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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动力如何分配 就要看车轮需要多少 车轮需要更多的就更多 如果车轮不需要那么多 有剩的就会透过新机器 给发电机 产生电流 如果车的负荷很大 例如装备人员上车路 需要更多动力 这个时候连接新机器的摩托 就会做事了 它一路转动 改变新机器的速度 就会令到 恒星架和轰盘机器的速度比 就会改变 这样就可以转动 用尽的车的力量 当减速的时候 外面的车轮的摩托 就可以变成一个发电机 将车轮的动力 变成电能 去叉回电池 所谓regeneration 风田Hybrid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B 键 大家都理解到 落斜路或收慢的时候 是可以帮忙拖慢的车 所有Hybrid 的车 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你收慢的时候 原本的驱动摩托 就变成了一个发电机 可以变回电 又可以减少 但是Hybrid 车的电池 不是很大的 如果落斜路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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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风田有一个特色 风田的B 键 除了一般的叉电之外 还可以按需要 调整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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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其实都是在电路上做的 在机械部分 你发觉来来去去 就是那个恒星似 恒星似 齿轮和齿轮之间 它不是这样的摩擦 齿轮和齿轮之间的摩擦 其实是点对点的正摩擦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东西你想它坏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丰田和宁智的并联hybrid 系统 是可以大大地提高效率 即是说 引擎没有效率 我现在避开了 但反过来想 为什么引擎 会有这么大段没有效率的范围呢 原因是因为 以前的引擎要做的事很多 现在有了hybrid 系统 引擎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辛苦 于是乎 丰田和宁智的hybrid 系统 在引擎上都做出调整 所有丰田和宁智系统相连的引擎 都是用一台 Arkisson Cycle引擎 Arkisson Cycle的历史和自动轮 是差一点的 自动轮出现了没有机内 自动轮出现了 它的好处是 效率高很多的 但它的缺点 它的力量 没有自动轮流离得那么快 驾驶性没有那么好 所以在汽车业 就不是用得那么多 但是有了hybrid 之后 它的好处就大大发挥了 因为我们有了hybrid 系统 我们需要的是高效率 所以丰田和宁智的 hybrid 系统 一定是配上一台 Arkisson Cycle引擎 大家看看 用了Arkisson Cycle 它的效率是可以提高到40% 而且最高效率的范围 是非常阔 而且还贴近引擎的最大扭力曲线 整个引擎配合 hybrid 系统的运作 效率就相得益彰 丰田和宁智的并联hybrid 不单是很有效 运用到引擎的动力 而且还可以令引擎 采用更高的效率设计 丰田和宁智的hybrid 在市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 大家似乎对它 习以为常 想都没想过 背后的原理 原来是这么精妙的 听完我说的几种hybrid 的分类 相信大家对每一种 hybrid 的运作和效果 有更清晰的概念 会知道哪一种 更加适合你的用车需要 如果大家还是觉得 哪方面有问题 或者再想讨论多些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 我好想讨论多些 因为我喜欢这种 内容的确认 会议 同样的 然后在公里 相当的 周边又不再做 就会发生了一种 简单了